飞鸽带房穿越大堂 第四集 这个小伙发现自家的小仓库 居然有一个传送 这熟悉的小象 这漂亮的电杆 还有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 宿主 你只是打开了这个时空中转节点 但是并不代表你能回到过去的世界 那怎么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能啦 我需要时空能量 什么能量 加油嘛 我叫人送点汽油过来 不是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想你只要不断地完成任务 就一定能够回去 好 来吧 下一个任务 暂时没有任务 下一次任务发布时间未知 你这个操作你要帮我再碎 唐飞被气得没了脾气 但是有什么办法 人家是系统 人家最大呀 但你也不是完全不能回去 我现在每个月 大概能让你回到原来的世界12个小时 一个月才回去12个小时 这有什么用 别想着钻空子 我现在的时空能量让你一个月回去12个小时已经是极限 如果到了时间你没有回来 那会怎么样 你见过气球爆炸吗 跟那个差不多 他不知道系统是不是在骗自己 但是这种事情 谁敢赌 起码唐飞自己是不敢赌的 半天就半天吧 起码还可以虚心点火 老杜 给我说说这现在的天下呗 现在的天下啊 我杜老三就是一个粗人大头兵 哪里说得来 你该去个李将军他们呀 你就给我说说 现在这大唐的情况就行 知道什么说什么 那好吧 这大唐成立也就二十年不到 现在皇帝是过去的秦王 明慧我可不敢说 还有两位俯国秦王 一位是现在的秦王李建成 一位是赵王李元吉 等等 李建成和李元吉 对呀 杜老三莫名其妙地看着唐廷 这两位是俯国秦王世人尽皆知的事情 有什么好惊讶呢 呃 没有那玄武门那啥 有玄武门啊 我还去当过职 怎么了 啊 而第一个乖乖 这个世界的唐朝果然和过去的不一样 虽然不知道李世民如何当了皇帝 但是显然是没有玄武门之变的 就连那李建成和李元吉还活得好好的 你接着说 大唐西北边是突厥你知道了吧 东北边是大燕国 东边是东越国 接着杜老三巴拉巴拉地说了一大多 唐飞虽然是听得云无误 但是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大唐被包在中间的 并没有成为唐飞记忆中的那个天长上 就在这时李将军驾着一辆跑车 来到便利店门口 唐小兄弟 这次突厥之危 你可是守宫啊 李将军客气了 对于唐飞来说 这力再大的功劳又能如何 她只想回到自己的世界 好好的经营这家便利店就行了 所以在这大唐就是把皇帝给她做 她也未必愿意 李世民权力再大 他能玩上大乱动吗 如此大功 便是封个爵位也是理所当的 这唐飞却能如此淡定 甚至表现得毫不在意 嗯 这就是仙家子弟应该有的气度啊 小兄弟 其实今天来 李某是有仪式相求 自己能帮什么忙 能让他专门来找自己 李将军太客气了 请说 其实是 是想请小兄弟帮我家夫人看看病 这是因为昨天军医来看过老崔 回去后说给老崔治疗之人医术不可测 任务 治疗红妇女的痛经 奖励 两句网络 失败 回去时间缩短到每个月一个小时 阿迪够乖乖 车里的是红妇女 那她难道是 大唐军神李静吗 嗯 对了 系统奖励两句网络是什么意思 你只要完成了任务 你的电脑和手机都可以使用两句网络 但是失败了 你就三个月才能回去一次 我可以在这边上网